我叫赵旭茅 我是兰州大学的研究员 我主要从事保护生物学的研究 很多人他比较好奇 对我们的专业比较好奇 你没搞这个动物研究 你保护这些动物有什么意义呢 它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如果说仅仅因为害怕 而不去使用野生动物 这种认识是不够的 你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 比如说夫妻双方 要互相忠诚 但是这种忠诚 我希望是因为爱 而不是因为怕 如果是因为怕而去忠诚对方 那这个很难长久的 同样 我们不去使用野生动物 我也不希望是害怕 而是我们应该对其怀有感恩的声音 我们要认识这些野生动物 对我们人类健康所起的作用 野生动物是人类抵抗病毒的生态长城 当前呢 受疫情的影响 全球大概有四千多万人感染了新冠疫苗 死亡人数呢超过一百万 得益于咱们国家强有力的控制 我今天才有这次机会 能给大家面对面的 做一次交流 其实呢 如果说把它放到人类的历史上 这仅仅是一个缩影 整个人类的进化发展史 其实就是一部 与病毒打交道的历史 近百年来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曾经爆发的流感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感 当时感染人数是十亿 当时全球大概有二十亿人口 一半的人数已经感染了 造成的死亡呢 据现在估计呢 是两千到五千万 也就是说这么大的伤亡 就直接的造成 让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打停 因为这个很多士兵都已经感染了 无力上战场了 这也算是病毒为人类和平 做了一点点贡献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光冠状病毒加多 就给人类带来了三次大型的瘟疫 第一次呢 是03年的非典流行 第二次呢 是中东呼吸中和症 还是由于咱们中国防疫的措施比较好 咱们国内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第三次就是新冠疫情 这是二十一世纪以来 冠状病毒所造成的三次疫情 我们发现呢 这些疫情以及流感 它们的原始素族呢 都在野生动物身上 尤其是这次冠状病毒 它们的原始素族都指向蝙蝠 可以说呢 蝙蝠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大的毒库 原始素族都在蝙蝠体内 像SARS 它是蝙蝠体内的冠状病毒 通过中间素族 果子离 然后病毒发生变异 传到人类 中东呼吸中和症呢 它的这个中间素族呢 是骆驼 这是人类已经查清了 这次新冠病毒呢 中间素族还没有搞清楚 但是原始素族已经是基本上所确定的 据科学所估计呢 现在蝙蝠体内已经发现的 大概有28个病毒家族 其中有上千个 能够感染人和生序的病毒 这是已知的病毒 还有更多未知的 蝙蝠呢 可谓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个大毒库 它的体内可谓是病毒的潘多拉魔盒 很多人会好奇啊 为什么蝙蝠身上它携带这么多病毒 它自己没有事情 而我们人类身上感染了这么一种 我们人类就受不了了呢 这里面的奥妙呢 就在于蝙蝠体内的这些病毒呢 它和蝙蝠长期的形成一个适应过程 病毒呢 它是一个寄生生活 其实病毒的最高利益 它不想杀人放火 它呢也想着和平相处 而蝙蝠体内呢 它的免疫系统的反应 要比人类要低了很多 它给这个冠状病毒的和平相处 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当这个冠状病毒跑到人类身上 经过变异之后 在人类身上传播呢 因为人体内之前 没有接触过这种病毒 免疫系统呢 就会产生一个过激的反应 过激的反应呢 就会产生严重的风暴 竟然呢 会造成给人类带来重大的伤亡 而蝙蝠体制呢 有很多抑制免疫反应的信号通路 所以呢 蝙蝠体内 它可以和平相处 其实呢我们所谓的病毒就是 蝴脂 蜜糖 蝵脂 披霜 疫情带来之后呢 让人类感觉很多反思 我们要不吃野味 为什么 不吃野味呢 野生动物体内 它携带着病毒 你比如说蝙蝠 它体内携带这么多病毒 它不能直接传给人类 它要经过一些变异 人类把这些野生动物 给带到人类的社会 然后再吃掉人的体内 就加速了它的一个变异 病毒 它们是一种寄生生活 人家有自己原始的宿主 你如果让病毒 无家可归 那么病毒就会让你加坡人亡 因为它失去了原有的宿主 为了生存 它不得已 它被迫去寻找新的宿主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不要吃野味 那么还有的人呢 他很多好奇 我们的原始人类 我们的祖先们 他们依旧过着 鱼类的生活 乳猫阴气的生活 他们就不吃野味吗 他们当然 也是吃野味的 他们当然也会感染病毒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就在于 我们原始人 他感染病毒之后 他没有现在的防疫 让病毒可以随便地扩张 它造成的伤亡 是非常非常惨重的 如果说我们允许病毒 在人类当中随意传播 它也不可能把人类全部杀光 对于病毒来说 它的最高利益 是提高传染性 降低致死率 杀性太大的病毒 不符合它的利益 会被自然选择淘汰 问题是呢 我们现在的文明社会 不愿意承受 这么大的伤亡 尤其是咱们中国 把人民的健康 放在第一位的 我们不会 允许这么大的伤亡 所以我们要格外的 要重视 要防疫 原始的人类 它们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宝库 遗传的资源 比如说这些驯化的动物 同样是动物 为什么我们家养的动物 要安全很多 而野生的动物 它有那么多潜在的危险呢 一个奥妙就在于 这些野生动物 经过人类 长达万年的驯化之后 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基因突变 一些和疾病相关的基因 已经丢失了 再加上呢 人类在饲养这些动物的情况下 它会用一些抗生素 也就是说 把风险降低到 基本上是可控的范围之内 所以驯化的动物 要比野生动物安全很多 其次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人类呢 与这些驯化的动物 至少有相处了上万年 因此对于其体内的病毒呢 有一个漫长的熟悉过程 最关键的一点呢 这些驯化的动物 它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繁殖 工厂化养殖 对其使用 不会对其造成灭绝 我不会把它吃绝 比如说 我们喜欢吃猪肉 从来没听说过 把哪个养猪场给吃到破产的 你只能是让它涨价 但是你对野生动物 就不一样了 我举一个例子 在坦沙尼亚的国家公园上 生活着犀牛和大象 由于盗猎严重 犀牛和大象呢 它的种群锐减 种群锐减之后呢 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局面 就是当地牧民所饲养的 家序 纷纷感染了很多疾病 这里边的逻辑呢 就在于 大象和犀牛呢 它喜欢 践踏一些灌种 而灌种是当地 蛇营 一个生活的温床 当大象和犀牛减少之后 这个蛇营 它的生存 创造了很多机会 它就会传播更多的 人序共患病 会给这家序带来灾难 这是呢 在美国PINAS上 发表的一篇经典的文章 它就讲呢 生物多方性增加 它有利于降低疾病的传播 这个呢 它是符合生态学上 一个经典的假说 叫西施效应 简单地给大家说 这个西施效应 是怎么回事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咱们有很多人 假如我们每个人呢 都是每一个物种 这个时候 病毒它感染我们每个个体 它的几率就比较小 反过来 大家都离开了 这里边就我一个人 这样呢 我感染病毒的几率 就会大大的增加 这就是生态学上 著名的一个西施效应 我们知道生物多方性减少 它可以增加感染疾病的几率 这里边呢 有一个原因呢 就在于 生物多方性减少之后呢 人类会对它的内群 会造成了一个影响 比如说 随着人类活动密切的地方 一些容易携带寄生虫的 这些动物 它们的数量就会增加 而不易携带寄生虫 这些动物的内群 它就会减少 因此呢 我说 野生动物 是人类抵抗病毒的生态长城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野生动物呢 它 把很多的病毒 封印在自己的体内 人类只要不自己去招惹它 不自觉长城 它们的病毒是人类 基本上是无害的 此外呢 以野生动物 为代表 为组成的生物多方性 它可以有效地减少疾病的传播 因此呢 野生动物 不仅是 我们拿来利用的 还是我们保护我们健康的 一道生态长城 但是现实比较遗憾 人类呢 在不断地 自毁长城 我当主要做 灵长类的 保护研究工作 全球的灵长类 60%的 处于一个威胁的状态下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2002年 中国邮局发了一套 这个长臂员的邮票 有黑罐长臂员 有白眉长臂员 白长臂员 白甲长臂员 如今呢 中国的长臂员 已经岌岌可危了 像 东黑罐长臂员 与海南长臂员 它们的数量 就在几十只左右 离灭绝 就差一步 数量最多的 西黑罐长臂员 它也仅仅在 1000只左右 我们知道 这个长臂员 它主要以果实为主 它生活在原始森林当中 它对这个森林的更替 它起到 很重要的作用 此外呢 我们不要小看 一种物种灭绝 一个物种灭绝之后 和它相关的 三十多种物种 也会遭殃 这就是咱们中国所谓的 持煤 失火 殃疾 持鱼 我照片上这六种大型的动物 包括三种犀牛 普世野马 高比林羊 西江虎 这都曾经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 也就在近百年左右 全部灭绝 全部从地球上消失 此外呢 中国受威胁的脊椎动物 有932种 已经占到了 所有动物的 21.4% 我们面临的生物多样性 是不容乐观 同样 全球的形势 依旧很严峻 全球大概 38%的物种 受到威胁 这黄色 红色和黑色的 都是受到威胁的 自从工业革命之后 人类所造成的物种灭绝率 要比之前 要能够快到1000倍 如果说人类不加节制 那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是早晚的事情 假如地球上的物种都灭绝 就剩人类自己 人类 也无法独自存活 著名的生态学家 沃尔逊先生 曾经说过一句 很经典的话 大概的意思是 人类需要蚂蚁 但蚂蚁不需要人类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蚂蚁是地球上 最重要的分解者 它对地球上的物质循环 和能量循环 它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人类社会生存 所必须的 但是反过来 以蚂蚁为代表的野生动物 早在人类出现之前 人家就在地球上 好好地生活 即便是人类 从地球上消失 人家依旧可以 好好地存活 蚂蚁的生存 不需要人类 但人类的生存 离不开蚂蚁 我们看 自然界的病毒 其实不可计数 核子几百万 不可计数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仅仅是这一种 新冠病毒出来之后 就把世界给搅得 鸡犬不宁 下制平民 上制美国总统 在病毒面前 一视平等 一视平等 大家没有意外 人类纵然能够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 为什么面对小小的病毒 就无能为力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的问题 其实这何尝 不是大自然的一种惩罚 其实它在告诉人类 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 可以为所欲为的能力 人类依旧受到 自然选择的制约 人类依旧 没法完全抵抗病毒 假如说人类可以 抵抗病毒 人类可以完全对付病毒 人类可以肆无忌惮 那么地球上其他的物种 很难获得生存空间 这就是大自然的制约和平衡 人类是自然制止 人类从古到今 一直到现在 依旧不是自然的阻担 人类自以为是阻担 那其实何尝不是 一种自以为是 不仅有病毒 人类破坏自然 破坏这个规则之后 造成的 比如说山体滑坡 泥丝流 水土流失 荒漠化等等 这都是大自然 对我们的反馈 也可以说 是大自然 对我们的一种惩罚 在生态文明的今天 人类更需要 清醒地认识自己 清醒地认识 与地球上 其他物种的关系 地球上存在的 植物 动物 微生物 包括我们人类 其实我们是构成一个地球命运共同体 大家彼此一存 谁也离不开谁 只有我们人类 找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 找准自己的定位 保护野生动物 维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这才是人类最后的救赎 好 谢谢大家 如果说仅仅因为害怕 而不去食用野生动物 这种认识是不够的 我们要认识 这些野生动物 对我们人类健康 所起的作用 野生动物 是人类 抵抗病毒的生态长城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野生动物 它把很多的病毒 封印在自己的体内 人类只要不自己去招惹它 不自觉长城 它们的病毒 是人类基本上是无害的 此外 以野生动物为代表 为组成的生物动物性 它可以有效地 减少疾病的传播 自然界的病毒 其实不可计数 何止几百万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仅仅是 这一种新冠病毒出来之后 就把世界给搅得 鸡犬不宁 下至平民 上至美国总统 在病毒面前一视平等 五支 蜜糖 笔支 批霜 你如果让病毒 无家可归 那么病毒就会让你 加坏人亡 自从工业革命之后 人类所造成的物种灭绝率 要比之前 要能够快到一千倍 如果说人类不加节制 那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是早晚的事情 假如地球上的物种都灭绝 就剩了人类自己 人类也无法独自存活 人类是自然自治 人类从古到今 一直到现在 依旧不是自然的株担 人类自以为是株担 那其实何尝不是 一种自以为是 里面都是自然而非 因此 易 officers 我给你 純等